你的祖国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问题太高深,我回答不了。 其实我这个老百姓回答不了, 我想连毛泽东这类的大人物大概也回答不了。 毛泽东生于1893年, 他56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出世。 若这真是他的祖国, 难道他55岁之前都生活在假祖国之中? 倘若又有人问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算不算他的祖国? 这位先后位居两国元首的巨人, 又将根据什么外交口径应答? 邓小平比主管主旋律的幕僚们聪明些, 他有一幅字,写着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这比较确切, 他确实没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成他父母的祖国。 那话实在太奇葩了。 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持长十几岁, 把他说成祖国, 我高攀不上, 开不出口。 我逃过难, 我的祖国, 中华民国, 从1931年到1945年被日本军队侵略过。 但若说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军队侵略过, 就离奇了。 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 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向日本政要再三殷勤致意的乃是感激之情。 他必须以中华民国继承者自居, 才得以宣布免除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之责。 日本政界和商界对此是了解的。 故而以德报德, 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 他们是最早最大的投资者, 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实力的崛起起了关键性支柱作用。 所以, 若在我的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 非话等号不可, 那么上个月, 那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就简直无法进行。 列宁在夺取政权以后, 对共青团员们讲过一篇话, 后来以论国家为题收入文集。 他警告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说, 国家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弄得混乱不堪的题目。 根据此后的实际发展, 我想应该进一步补充说, 它也是个被列宁主义者弄得混乱不堪的题目。 在整个20世纪, 无论在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列宁主义者嘴里, 国家主义或所谓爱国主义, 并没有起过多少正面的作用。 同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等更明确, 更不容易被偷换的范畴相比, 国家这个葫芦里的东西往往是更难捉摸的。 至于我, 我当然有祖国, 犹如我有故乡。 在我, 祖国和乡土是同一词, 是我的感情之所在, 不依政治或政权之类有时间性的因素而转移。 我爱我的祖国, 不忍看到他被任何人践踏和宰割, 正如不忍看到他被任何人污染和毁坏一样。 我认为还有必要申诉, 我同样尊重别人的祖国和故乡, 我同样不忍看到他们被任何人践踏和宰割, 正如不忍看到他们被任何人污染和毁坏一样。 一位记者告诉我, 网络上正在就此争论很激烈, 我想这是好事, 值得的, 因此提出浅见如上, 七嘴八舌, 各说各的, 没有恐惧和禁忌, 是探讨求所的必有之路。 只要这条路尚未被暴力所切断, 人类就存在着摆脱无知的希望。